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廉 今次我們要挑戰神魔的關卡 就是這個無二之路 現在無二之路比起第一次 現在已經是復刻了 現在第二次 容易打很多 因為那時候 每個人都要帶光彈 聖風喉 現在就不用了 有了大勝之後 容易打很多 這次我示範如何用處女光隊 來同關 做這個大勝 其實我自己也有大勝 不過... 因為沒有處女好友 那我就唯有自己用處女 組別人的大勝 那打法呢 很簡單 直接剪下去就可以了 順帶一提的是 其實我這次是第一次把這隻阿波羅 放在隊員裡 那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希臘神星華4 它是有直排落珠40%的 那就是這一行 你會看到這一行特別多光珠 這個就是阿波羅的效果 那就... 比起... 雖然沒有雙光不... 那麼高調珠率 如果整版加起來 但是放了一隻阿波羅 那個落珠率都可以的 那我就試一下 可不可以一直持續不斷珠呢 就這樣看就應該可以的 那我現在說一說 我這麼多隻隊員有什麼用呢 那... 因為沒有懸耳經 所以有大少犬 然後有姜子亞 這兩隻就... 加上可以... 做這個... 雙轉爆發 也可以... 分開這樣用 用來... 雙轉心的 不是雙轉心 是兩隻轉心 那去到... 需要回大量血的位置 都不會卡深珠 毒20% 沒什麼 看到嗎? 剛剛直接掉一條光珠 飛下來 這個阿波羅的效果 那現在暫時... 都還沒... 轉過光珠 一轉完就馬上轉了 那這裡... 卡光珠 就開少犬 那... 這個攻擊轉化呢 就算... 開了轉光珠 它也同時會轉心 我覺得... 這一類... 攻擊轉化的卡 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 繼續吧 光珠 有什麼用呢? 它就是... 用來... 減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隊是... 16000多血 光珠 都還沒滿等 就算滿等也不過20000血 如果... 遇到天蠍自爆 那就會死了 但是... 天蠍自爆 是可以用主動的減傷 可以減傷 那這個光珠 有的... 轉... 4combo 或以下 就可以減傷 之前第一次打的時候 我試過... 用大勝隊長 我以為... 因為那時候 有洩露的情報 就說 隊長技減傷都可以 然後我那次就...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這個... 即是我... 打... 實際去到關卡 那時候沒有點開來看 我以為... 他長技減到 那時候我只用 未解放的大勝 以為可以減傷 誰知道是... 減不到傷了 這樣死了 然後... 後來變成... 我用魔隊打了 不是... 第一次進入都是魔隊 忘了什麼隊 好像是雙光游 還是什麼呢? 總之就是... 魔隊 為什麼好像打了這麼多關 都就是小怪呢? 唉... BATTLE10 打什麼呢? 那就是黑狗 會深轉暗 那這裡就應該要... 爆發打死他 要不需要開機油呢? 我覺得應該不需要 沒理由這樣也打不死吧 剛剛好 那就省回機油技吧 因為我... 光機油只是7技 印象中是7技 CD15比較長 我其他的... CD10 CD5 CD6 這樣... 因為不想慢慢儲回機油技 可以回來 這裡呢... 就... 最好轉全體啦 因為... 省時間 跟著... 第三下就單體可以了 因為... 他的血量... 每隻只剩3滴 哦... 天降... 剩9了 光珠 不過不要緊 BATTLE12 那這個... 風化珠 很麻煩 咦... 看錯了風化珠的位置 咦... 咦...卡有光珠 因為... 剛才轉太少combo 天降... 那在這裡... 其實我想開珠淚 然後雙轉帶走它 不要麻煩 我不想轉這麼多風化珠 那這裡怎麼轉好呢 就是要割珠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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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就... 那... 那... 哇... 因為這個... 阿波羅加茄天降了兩隻風 BATTLE 13 60萬防 CD1扣70%血 開大星 輕鬆帶走 沒記錯他只有20滴血 大概20多 輕鬆帶走他 BATTLE 14 又是... 靈魂石 啊...轉了一粒木 很多天狗 又是... 秒殺 因為破了房 又是BATTLE 15 好像要儲回大星技 之後 遇到雙子 CD1 12500 有大星隊長技的話 應該不一樣 但他打多少我就不知道 看看才知道 5千多 只要不卡心 絕對不會死 因為... 都是牠們的 遇到雙子的話 就... 連這個... 光機偶技都省了 就留待打美王 或者打那隻暗妹 沒燒到光珠 這次應該打死他 剩下小小血 天降走的波珠 不過也掉了很多波珠 把阿波羅擺隊員 第一次用的印象是 蠻好用的 這裏我覺得 開技帶走他也不錯 要不然 好像要打很久 因為他的血量也有 還有 最大問題是 六combo 其實要轉六combo 一點都不難 這裏 怎麼轉呢? 好像太少雜珠 有些不太好 不過不要緊 要 要的 對 還記得開印記 喔 對 還記得開印記 太爛了 6均 那這裡就看來要慢慢無死他了 沒錯 天光皮也是沒有6均 那不要緊啦 慢慢來吧 因為..這隊的優點是高慾藏 就例如.. 這些手殘轉錯的位置 要轉什麼? 什麼? 應該會這樣 那是有天降 小犬回來了 小犬回來了 現在手機有點.. 有點熱 overheat 這裡.. 燒一雷珠 然後技能全開 燒走光珠 那再捱多兩槍 我想補回滿血 喂! 啊.. 再補血 再補血先 那應該就.. 最好呢 這一槍超雜 讓他打一打 然後這一槍開技 技能要全開 其實我應該疊印記 都忘了疊 算了 有得他 jed 擁有刀 亂按轉 然後再按天降 然後呢 這裡就是兩秒 中間就100%發生血 不是CD1 總之就是100% 一定頂不到的 2秒轉珠 重置所有主動技 現在要轉到 一組 3顆光珠 有點緊張 看到一個蠻好的疊珠路線 就是這樣 就有5級了 拉了藍色 然後 這隻 他會送一些技給我們 超好人 他1CD打9000多 如果不換血的話 所以最好每回合都 換血吧 超漂亮 哇!神天光 我覺得可以開阿波羅的印記 因為他的血量也有差不多 跟剛才一樣 只要保持 不斷心珠 就沒有危險 我們有2隻轉心蟲 很難轉心珠 很難轉心 很難轉心 我打算儲存一下 待會去打女部 尾王才一次過開 現在就 不開技 不斷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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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燒到光珠 沒燒到光珠 沒有燒到光珠 我覺得就是.. 那隻暗妹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轉combo 有平均可以轉到7combo 但剛才打的暗龍獅又轉不到這麼高 真的很奇怪 那尾王 還沒有.. 阿波羅 可以看到沒有骷髏頭 他cd幾的我都忘記了 先打一打 先打探路 試一下他的攻擊力 還有cd 其實我想掉近技的 不過..沒有技 嘩!真的掉很多光珠 試一下波羅 有cd可以打10000 就是完全不可以卡心珠 那..沒什麼難度 不卡心珠 只要每回合都燒到3顆心珠 那這些位置留一留心珠 原來已經有了 阿波羅的印記先打開 先打開 想怎樣轉 那這裏我覺得可以開一開技 又不要太少了 太少心珠 我想開笑容卷 那這裏繼續忍著他 再加多些忍技 再加多些忍技 然後又是.. 不停的 不停的 轉 哎 不停的 就這樣補血吧 其實這裏差不多了 那就開這招 開這個 大聖子彈 沒有分別的 開不開 就這樣補血 一二三二三 有九顆心珠 就 割開三三三三 最好 又天降了一條心珠 那原來也不太高 因為兩倍隊長技 那就繼續打 基本上 已經可以了 只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要扣她的血 又是跌一條光珠 很厲害 波羅的星華4 又一條 波羅的星華4 差不多了 已經殘血了 算錯了 唉 開一開阿波 將紫牙這幾 沒什麼打開 距離一場 還是靠阿波羅才說 光珠 厲害 蝶豬 死得了嗎 這裏又可以再開一開 兆犬 其實印鏡是不是斷了 對阿 那呢 就 角珠 我沒有了 沒什麼 右邊那一匹沒有角到 就是這樣 就破了 無二之路 輕鬆通關 用這個儲類大勝隊 基本上每一個回合都找到 沒有哪裡是危險的 完全不用搏運氣 那麼辛苦打這個關卡做什麼呢 打了接近20分鐘 獎箱送人面料 20層 咦 沒有18層之類的 只有20層 那好啦 這次打無二之路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麻煩你給個讚和分享出去 如果日後希望看到同類型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拜拜